是北市數位學生鎮 北市勁勞卡 桃園市民悠遊卡跟金門限定卡 同步升級超有感 Super卡 Super 不同的情境 诠釋手机随时随地 为悠遊卡加值的便利性 新的超级悠遊卡技术规格升级 只要卡片余额不足 拿起手机点开APP 就可以透过账户加值卡片 不用再找超商或捷運站才能加值 那事实上卡片升级要比大家想要困难很多 因为悠遊卡在全台湾有23万个支付点 所以在过去疫情的三年 我们就默默地开始来赶这些机器准备 要为我们的新一代悠遊卡来上市来做准备 所以我们过去三年除了忙数位支付 还在忙这张超级悠遊卡 那大家都知道行动支付这几年 虽然快速的绝集 报告虽然显示说台湾有1000万人用过行动支付 但是过去三年虽然有疫情 我们自己在内部看 有在用悠遊卡的每一年还有2000万张卡 那这2000万张怎么用呢? 有800张大概只用在交通 因为疫情的关系少了一点,以前更多 那有1200万张卡同时会用消费 用那个找通 那我自己在估计 其实全台湾到现在还有1600万人在用悠遊卡 所以这张超级悠遊卡是我们对着1600万客户的承诺 跟更好的服务 我们不断的在发展数位的过程 虽然有新产品线的开出来 像悠遊服 我们也没有忘记卡片 我们要持续研发卡片 我们希望台湾的无限金支付 永远都有多一个选择 你不用买高阶手机 你也不需要操作很复杂的ADP 你永远还是可以用一张卡片加入无限金的行列 所以这支超级悠遊卡结合了卡片所有的好处 轻薄、简便 然后也不用连线 然后单价非常低 然后将上这几年来手机快速发展起来的科技 所以我们让超级悠遊卡 这样手机读卡机变成我们一卡一付 即上市悠遊服可以自动加紧以后的第二个里程碑 那这样一卡一付加起来 我自己觉得这张超级悠遊卡 是悠遊卡游戏栏 CP值最高的一张商品 怎么说呢 你买一张卡片就送你一个读卡机 无限后卡被带一支 而且那个读卡机是你专属的 就在你的手机上 那大家就问说 那手机读卡机现在可以差一额 可以加值 那可以买1280就这样吗 当然不是 你可以想像看以后市长走出门 带一支手机 大家手机那个卡片靠上去 它就可以发红包给你们了 甚至在学校的元优惠 你只要有一支手机在这边 所有的门票入场券甚至月票 都可以靠卡就可以完成 未来我们甚至有机会 让很简便的线上消费 跟线上支付在手机上 就可以完成 好 那这个是未来的手机 可以带来更多更有趣的一个实际的应用 悠悠卡以往也被用来当作小额消费的 支付工具 超级悠悠卡则调高单笔消费可到一万元 因应各式各样的消费场域 那么这几年来的发展 你知道吗 本来说一卡一通一路 那能不能想要并到一机 一支手机就解决掉 那 这个手机里面 内建悠悠卡 enjoy也可以 可以做到 可是iPhone就不行 那跟人家逗了两档 带是不答应 我知道 因为iPhone他们要自己刷它4K 那他 他自己都要赚这个生命 他为什么要给你赚 那所以在想说怎么照过去 一卡一通一路 合到一机 那enjoy也可以 iPhone不行 可是iPhone市占率又是两百五七升 那我会想那不然就是这样 把它卡直接可以在手机的手机壳上面 那 好像也可以 但是有个问题要解决 那你要手机可以直接对这个卡加值 那所以事实上 一般处理问题 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 把现在一路的哪些问题记起来 第一点 第二点 那如果我们还要想要去发开展 怎么样新功能把记下来 然后开始说 咦我们要怎么设计一个系统来解决问题 首先讲现存的问题 这个youtube卡一年大概 使用是六百亿 其中有四百亿是用现金去加 所以我们看看很多捷運站 都一个加值器 以前我就是这样 因为我卡用完了 他就去找一个捷運站 一个加值器 把卡放上去 然后用现金去加值 那这样就遇到一个问题 那如果万一 钱用完了 又没有办法加值怎么办 那一点 每次钱快要用完了 都一定要去 去那捷運站 去找那个加值器 这很麻烦 啊 事实上这个 在台湾现在是四百亿 每年用现金去加值 又拿四百亿 所以这个是很 很low的方法 所以现在如果 手机跟卡 现在手机可以直接对卡加值 靠快直接加值 另外一个手机 可以让你绑定悠悠卡 可以远端加值 远端加值的话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有控制说 远端加值一定要有直属关心 你不能说 随便早有跟你不相干的 来跟你 跟你远端加值 所以 现在如果是 如果是绑定的话 原则上只要有心肌关心 很细细的 很细细的 那当然如果是直接加值 那个就没有提 那个随便一张卡都可以 那 那现在如果 那个iPhone 手机可以直接对卡加值以后 画一个圆 其实本来想说 如果远端加值 我在学校的时候 设一个加值机 我远端加值以后 那到学校B 这样也可以 如果我想一想 台北市7月份太多了 大概也不用了 他自己就有建构那一个问题 这个东西 我预计会大卖 你知道为什么 看一下 因为现在每个小朋友 要上学的时候 就给他妈妈 先今天零用钱给你50块 少靠卡B 50块给你回去 那如果 如果 因为他是儿子的话 或是付母亲 这个 不用靠卡一个 他远端就可以加值 反正他 他知道他会加值 他随便找到 saft level 夾都可以 那为什么这一定会大卖 你知道 因为每个父母都会讲 知道他儿子 钱花到哪去 所以 所以当那个 当那个 他给他儿子加值 他儿子拿那张去哪里 买东西 他母亲晚上就被check了 他买了什么东西 所以这种 义学在小学 这个大卖 这个台北市的这个 我们的数位学员证 谢谢 有给公司长期的协助 现在至少有27万张 27万张 那因为市长在政策面 是推这个 一考一复一通 这是一个政策的工具 那台北东是一个深任 这个一个爱天地地的入口 那这个一卡一复 我想作为我们这个交易很重要的工具 那台北市呢 我们这个数位学员证 现在目前是 号称是1.5代 那目前就是结合 我们在2020年 我们推出校委的无限金的这样 系统 交易的系统 那目前呢 我们上个学员度 就是因为现在新的还在继续交 我们大概这个无限金的交易 已经达到近六成 那我们新的学员度 我觉得有信心应该可以 超过七成到八成 我们主管科的科长在里面 一直很紧张 那这个要有信心 那同时呢 会经营了八月呢 我们幼儿公司又把校营 这个幼儿户做一个联结 所以那只要透过我亲身的绑定 那就可以 这个爸爸妈妈的手机 透过幼儿户APP 这样就是孩子的夾子机 那目前呢 大概我们这个亲职绑定 我们已经达到八成 有八成 那二十万多人次来产业 那我们希望达到百分之一百 那这个小学是最多的 谢谢东门国小小 他们这个绑定的比例 大概是最高 然后越大就越低 表示说因为从小绑定以后 到高中高职都打不掉了 所以最好是从小学开始绑定 陶约市政府跟台北市政府 同样荣获了全球的智慧城市的首角 那郑文山市长上台以来 推动了智慧城市的这个工作项目 大约超过两百项 那最主要是要强调希望说 用自通讯的科技 来打造一个永续低碳热火的一个城市 那当然就是说 在市民朋友的生活方面 我们希望是好用有感可复制 所以因此这个市民卡 就是我们讨厌市 最重要的智慧城市的项目之一 也是因为这一次市民卡的关系 让我们能够得到Visa的 全球的智慧城市首奖 市民卡呢 其实主要的卡体 其实九层以上都是优优卡 不是八层是九层 那我们现在发卡量 已经超过一百八十万张 使用的次数超过五一七千万次 那在桃园 敬劳卡 敬劳爱心卡 爱陪卡 学生证 员工证 包含我的员工证 门禁卡 通通都是市民卡 所以我们是多卡合一 除此之外 我们还一卡多用 用我们的这个市民卡 可以借书 而且我们在桃园有上千家的 特约商店 大概五千多家 你拿市民卡 都可以享受优惠折扣 买这个手摇引都有折扣 是小市民的一个福利 除此之外 在这个妈妈宝宝 这个生育的方面 我们也是透过市民卡 来做各项的市政服务 所以它是我们融入 我们市民生活很重要的 一个工具 除了新发售的超级悠悠卡 台北市数位学生证 敬老爱心卡 各县市市民卡 也同步可以使用手机加值功能 也可以及时查询余额及消费明细 让民众体验新一代 悠悠卡带来的便利性 记者温运台北报道 看一下各位右手边的相机摄影机 右手边相机摄影机 右手边相机摄影机